因為最近很多投資者來問美股 如果香港ATMXJ可能會令人擔心 譬如美股方面 你會有些建議可以考慮一下 大家放一個watch list 上 如果你問我美股的話 我通常就會考慮一些 其實有幾類我覺得是可以持續留意的 譬如做一些網絡安全 那些股是可以去看的 因為其實你看回美國方面 它會加大美國的網絡安全方面的投資 另外短期來說或者是中長線 我覺得其實某些金融股 Fintech類的股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去考慮的 譬如是甚麼呢 即Sophie那些 又或者是一些Upstar那些 其實那些我覺得是值得去看 如果是Upstar 其實公布完業績出來 其實都是做得英俊 然後一直衝上去 這一類其實做一些Personal Loan 轉介 或者是接下來做一些 汽車貸款這些 我覺得其實依然是有一個 不錯的發展在這裏 Sophie其實我覺得是長線來說 是會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因為是說一個 它是整個人的Life Cycle 即人的Life Cycle 它不同的生命周期 其實它是希望給你不同的Service 例如Personal Loan也好 其實也是很主力 現在 另外有很多其他 Financial方面的東西 例如Sophie Money Sophie Inverse 或者是本身做一些科技平台 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長遠的發展來說 其實都很大 當然公布完業績出來 其實是因為 令到有少許失落 所以跌了下來 但去到現水平來說 我覺得是14元附近 是一個可以去考慮 即是長線吸納的水平 Upstar 其實因為是列口聲源上來 其實是 它的幅度是比較大 如果是想去撐的話 可以不妨去 等它回調一點點 然後再考慮 這些類股 接著 可以考慮是些什麼呢 短期 如果你真的看公布完業績 有機會其次突破的話 我覺得Unity 即You 看它這幾天 會否有機會向上突破 如果是向上突破的話 是希望它可以 升高一點點的位置 因為這些充長線來說 我覺得它 也有一定吸引力的 短期來說 它除了是做一些遊戲 長期來說 我覺得VR方面 是一個相對上 比較大的發展的未來 好像Facebook那些 其實甚至乎蘋果那些 它們都說會大力去做一個投資 其實這些 除了去做一些遊戲平台之外 其實它也有 可以用它的平台去做一些 VR的Service 我覺得其實 這個未來前面相對上大 這幾隻 其實短期來說 可以去留意 而且這幾隻 我本身持有著 我發現 Dave原來真的很熟美股 因為我之前是見到 他專欄寫過NVIDIA 很早之前已經拖累了很厲害 因為美股不是用號碼 我就重新一次 不是叫大家買 不過可以留意著 因為Dave都分析了它們的前景 S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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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start UPST 以及 剛才說的Unity 就是單字 就是U 大家可以上網 看看它們的經營業務 以及股價走勢 有沒有感到稍後 是不見了 有這個 是有這個 團契 於是不見了 是不見了 最終的 是不見了 我們 他這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